大家好,我回来了 然后呢,经过大概是早上6点 起来坐地铁去那边 五大道 因为是星期天 所以说等下你们看到的视频 五大道上面是空淡淡的 没什么人 周边 本来如果是星期一或者是 周日的话 周天,周天应该是 周天的话人是非常多的 那今天星期天 而且是六七点早上 就没什么人 然后我还要赶着去上班 然后六点一直到现在 差不多一点了 然后我现在就背着书包再去上班 然后说明上班的同时呢 我就把视频也剪一下 我发现了一下 如果说你待在曼哈顿或者是纽约这边 待久了,其实什么东西都看习惯了 没有那种到 到一个新的景点那种 那种兴奋 不开心 然后就是 没什么东西想要去拍的 我就随便瞎拍了几下 就空旷的街道啊 什么之类的 还有我去的那个教堂看了一下 比平常就是没那么热闹 还有就是 就是还去了一下去少了一下年货 去超市里面买了些东西 然后呢 就是啊 去那个 他能街 那个 那边走了一下 走了大概四分钟 用4k的话只拍了一下 还不错 那边 现在这这边就旅游业好像变差了 可能是天气冷还是什么 街上啊电啊什么都关了好多 没有那么热闹了 以前稀奇果怪东西很多的 现在没了 好了 等一下你们就看一下这个 今天 星期天我这个 流水站一样的视频 你们就可以知道了 其实 如果说想 视频做的好看好玩的话 真的要 出去走远一点 你就会看到很多 像我这样子 待在这个一个地方 说实话是 很无聊的 平常就算自己去拍也好无聊 OK 就到这里我们看视频吧 这就是 呃 五大道 然后看一下 星期天没什么人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这就是 那个什么 纽约的那个大教堂 各的市建筑非常有名 大家都会来 看一下 这个时候没什么人 如果说平常 你如果来这里的话 就能非常非常的多 啊 今天是星期天嘛 我们来的很早 所以说没什么人 平常这里都爆满的 OK 行了 就到这里 看一下 然后后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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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左边右边 OK 左边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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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唯一一个时段 没有很多游客的 这就是五大道 空荡荡的五大道 哈哈 平常如果那些网红啊啥都拍一些五大道很忙的 现在是星期天的早上 所以说没人 所以说没人